14号上午最后一位县政总职军则是县议员蔡一静 他针对部落新建自来水饮用设施 以及部落聚会所工程进度为原项来发声 希望县府能够积极办理改善族人们的生活品质 来自光复乡马滩部落的先议员蔡一静 14号则是针对部落建制自来水设施 此时没有下文影响到部落族人们的生活品质 另外针对收封乡凤林镇和光复乡等部落聚会所工程进度和设置 来向县府原名出来质询 这一次我的质询重点最主要还是放在我们的自来水 不管是自来水或检疫自来水或排水的部分 还有我们的部落聚会所 因为自来水我们常常都会遇到一些相关法规上 或者是经费上面的限制 目前从今天的质询当中也得到了善意的回应 现在县府也在想尽方法用这个专案的方式 或者去撰写这个计划书去争取经费 所以我们在这三年间 其实会看了很多的部落 不论是在凤林的这个三星中心 或者是受封的水连 还有这个米站 以及凤冰的基旗 还有光复的大星 以及各个地方 那其实我们是希望说 在经费上面可以协助到部落的部分 我们要大力的来去协助 还有去争取 那另外的部分是关于我们的部落聚会所 因为部落聚会所是我们很多族人 长久以来关心的议题 那因为以现前的这个经费的部分 是总共是争取到五亿多 那在我们的花莲的地方 有光复两处 然后万荣有三处 然后寿风香十二处 凤林五处 以及凤冰一处 总共二十三处的聚会所 那今天我就请这个处长 就每一个部落的聚会所 一一的来做最新进度的说明 以及目前面临到的困难要如何解决 那我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未来我们一定可以达成 一部落聚会所的这个愿景 县运财经表示 部落聚会所可以支持族人们 亲切期盼的重大工程 除了族人们之外 也可以提供一般族群来使用 办理的活动包括部落风铃记 结婚喜宴 讲习和游戏活动等等 可以提供大家一处休闲 多功能使用的好地方 经过这次的资讯之后 幸福也协助部落来争取 自来水来设置 为了能够改善部落的生活品质 记得终于欢迎收看